正片虐哭,花絮王一博赵丽颖拉手按戳戳田,老铁们对此你怎么看?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 正片片观众眼泪,花絮却频频撒糖,赵丽颖王一博明明有着10岁的年龄差有匪的运费CP,却总让观众响入飞飞。 一路伴随着争议尤匪已经破24亿大关了,暴剧实锤,尽管魔改,加戏传闻不断,但赵丽颖王一博这对主角感情线十分扎实。 正片虐狗,花絮撒糖,已经成尤匪的一贯操作了。 剧情过半,全网催推云掌后尤匪也迎来了剧情高潮,明明剧里周匪梨花待遇大哭落泪,戏外赵丽颖王一博却频频笑场。 不自觉拉上的手,要不是赵丽颖已婚已遇,粉丝怕是要已经开始课CP了。 不过换个角度想想,也正是赵丽颖结婚有了宝宝,两人才能正常互动,不过分必闲。 花絮中也经常能看到赵丽颖交王一博走位台词,宛如林家姐弟尤匪剧组分为非常温馨。 有肥有欢乐,有虐心,揉砸了颇多现代梗的同时,也展现了传统武林的纯粹爱情。 剧中二推推云掌时,虐到甘腾,不少观众调侃,18块钱买了个中眼抛。 正片哭得多伤心,花絮就有多反差。 剧中周匪体力不知中毒倒地,两人牵手的一幕,花絮王一博和他在暗戳戳抠手指,玩得还挺开心。 欢乐姐弟俩实锤。 明明是男主,谢允却活脱脱像是拿了女主剧本,虚弱靠在周匪怀力是家常便饭,撒娇卖萌更是信手拈来。 有匪很少能看到周匪撒娇,唯一的一次盟女撒娇惊呆了不少粉丝。 其实花絮的滤镜更适合赵丽颖,圆润可爱,撒娇软萌,正片的滤镜只能看到周匪的瘦削,梅花絮来的真实。 剧情已过大半,其实有匪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差。 赵丽颖的确发博吐槽过有匪魔改,但目前看来,正片已经尽可能向原著靠拢,经典情节经常是原著台词一字不改,非常尊重原著了。 唯一改动的大概就是女三家戏。 但赵丽颖王一博这对主线,并未有大的魔改。 而且看得出两人都畏惧付出了最大的努力,武林江湖,打戏必不可少。 赵丽颖产后付出的第一部剧,她的打戏干脆利落,连动作导演都被她惊艳到了。 而王一博,众所周知她是有轻弓的。 有着最佳轻弓的人设,王一博在剧中经常有飞,跑酷的动作。 甚至连打戏后空翻,都可以不借助威亚,难怪观众夸王一博是真的会飞,动作干净轻盈,无比符合谢允这个角色。 很难想象,除了王一博还有谁能来演谢允了。 有打戏,就会有受伤。 王一博手臂上经常有磕碰,当然并不是夸大他敬业,这本就是他的分内工作,不过王一博似乎也从没营销过吃苦敬业这个人设。 他都是默默努力。 从爱豆转型当演员,相当不容易,毕竟隔行如隔山。 可王一博的努力,大家都看在眼里,如今演员拍戏,导演一喊过,大都是拍完就去玩手机休息了,很少会在监视器前继续看回放琢磨,甚至要求再多来一条,因为可以做到更好。 虽不是科班出身,王一博却尽力缩小自己和专业演员的差距。 凌玉开播时,范诚诚演技被潮,加之理问汉上演员综艺翻车,不少网友调侃月华如出一辙的演技差。 不能以偏概全,至少王一博演技是在肉眼可见提升的,从陈情令的蓝忘机,到有匪的谢运,他是真的打算在演员这个领域他是走下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